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那时候虽然曹勇画的是宗教题材 但是我们看不到应有的心平气和 而后来他的画中虽然只是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却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曹勇认为一个艺术家在作品中自娱自乐 是很容易的 而今天的他希望走出自我 与更多灵魂交流 让大家感悟生命的尊严和快乐 我开始画的时候我也掌握不了 这么缤纷灿烂的世界 这么让我跟过去感受不一样的 我忽然感觉到这种喜悦 我再也关不住这扇门了 911之后 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曹勇 特意从所住的旧金山驱车纽约 平调世贸遗址 因为这个桑塔对我来讲它非常的重要 那个时候我每天会去那个桑塔 因为我通过那个 在那个地方它是纽约的制造点 对我来讲它某种程度上 它在我的心里面 我看到落日的时候可以跟喜马拉雅三连在一起 这样我能遥望到西藏 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之后他创作了Freedom 这幅画定格了美国历史上 最能振奋国民精神的几个瞬间 从某种程度上 恰好安眠了受到创伤的美国之心 于是曹勇一夜之间大红大字 后来他又创作了We the people 挂进了美国费城的独立小屋 经过12年的奋斗 作为自由艺术家 曹勇终于从商业领域 转而为更主流的社会认可 一种理想是经过在西藏这十几年的时间锤炼 他能吃苦 然后能够深入地思考生死 同时能够把很多大的问题想清楚 也能够变得很宽容很豁大 我第一次见到珠峰的时候 珠峰是一个 当时我是从小路过去的 整个见到珠峰 老远见的是很小 等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 它是一个巨大的 像个巨大的屏障 把你吞噬掉的那种感觉 那种金黄色的阳光照在白雪上面 让人感觉眼睛都 就是已经是通过眼睛 能直射你的灵魂的那种强度 让你感觉到震惨 感觉到珠峰